大家好,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去学习Briscate Beam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特异性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传播功能 我们这一讲将用一个实力,用一个建一个钢结构的这么一个模型吧,这样的一个实力来从头呢,从零建起,这是一个空的图纸 我们从零去感受一下传播的这个命令,那它到底有一个什么用途,那我们会在什么的应用场景之下去应用到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我相信呢,通过整个这个钢结构的一个建模,你就能感受得到它的这个传播工具,它的魅力,以及它的一些你对它的应用的一些感觉 那我们就嫌言少叙啊,我们就立刻开始 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一个完全空白的这个图纸里边呢,我们去先去到顶时图里边 来到顶时图,顶时图里边之后呢,我们去在这个模型里边啊,我们找到这个局形网格 那我们先来画一个,随便画一个网格啊,画一个大概 就这样吧,25000乘35000的这样的一个网格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画网格的时候呢,可以通过type键去调整这个两个网格之间的间隙啊 X方向和Y方向,以及这个总的这个长和宽的这个间隙 那么如果你在需要在里面细的去微调呢,你也可以这样双击 其实它就是一个块嘛,对吧,我们可以双击在块编辑器里面来进行这个更细一步的编辑 好,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只是做一个示例啊,这个网格的这个尺寸并不是重点 我们这边做一个示例,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先再做一个场地 那我们这里面直接用二维的命令啊,用这个REC来做一个局形 好,这个大小是无所谓的,我们这里做一个矩形,然后来拉伸一个实体 这里面我启用这个边界探测 启用边界探测的同时呢,我先把这个网格隐藏一下 好,然后启用边界探测之后呢,直接在块的菜单里面就可以激活实体拉伸 这里面呢,比如说,我就做一个外的后面 好,然后再显示所有对象 好,那么这里面这个两个都是白色的,我们把这个网格呢,换一个红颜色 OK,这样就能看得清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刚结构的绘制 那么绘制缸构呢,是属于在Prescatbeam里面呢,是有beam外形这个工具里 我们在beam外形这个工具里,可以看到呢,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各种样式的行钢啊,以及管道 都是在这个beam外形里面,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配置里面点击这三个点 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材质还是它的外形啊,其实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 好,那这里面呢,下面呢,是我们预制的一些这个样式啊 那里面会有这个C型的啊,这种工字钢啊,L型钢,T型钢,U型钢,和这个空心的等等啊 好,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可以去定义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尺寸啊,可以完全去自定义 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想新建这个新的配置文件的话,那只需要在这里面点这个新建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调用一些我们这个,已经在数据库里面的软件自己继承的一些模型 因为,去生成这个模型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说明的重点的内容 好,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种,去任意选择一种,选择一种工字钢啊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选这个,最小的这个吧 好,我们去把这个呢,直接拖到这个模型里来啊,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你这里面就可以去绘制这个工字钢的这个界面了 然后呢,我们捕捉到这个轴网的这个交叉点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把这个正交打开 你这样输入一个距离或者是鼠标左肩一点呢,就完成了一个工字钢的绘制 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旋转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键盘上打Q 这样打SQ呢,是旋转90度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方向,然后给定一个高度 比如说这里面呢,我们给一个这个无线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这个钢柱的绘制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当然你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把这个 这个钢柱你一个一个的去复制到这个轴网上去 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呢,就是要应用我们这个Briscat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啊 传播 那我们看如果用传播的话呢,怎么去 在这个,我们这种键盘需求里面去应用 那首先呢,这就很简单的 我们一个概念呢,传播呢,就是 选择这个参照物,再选择你要传播的对象 然后呢,他就会按照这个人工智能的他所发现的一个种规律 或者是说他发现的那种相似的这种工况下 就会都给你完成这种非常智能的判断的这种传播 比如说这个例子,我们点传播 那么点了传播之后呢,看下面的这个提示啊 要先选择参考试题 这些不会被复制,但会被用于匹配其他位置 看到没有,就是说先点的这个呢,是用来参考的 是用来参考的 比如这里边我们的需求呢,是要把这个 钢柱给它遍布到整个的这个场地里面去 那么这里面的参考实体呢,就应该是我们下面的这个 对吧,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场地 然后简直场地,然后确定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可选的 要选择被复制的这个详细对象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是有 确实是有这个要被复制的详细对象的 就是我们这个钢柱 这里面我们就选择这个钢柱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之后呢,再确定 好,那么 系统呢,会自动的捕捉到 我们这个场地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存在 所以它就捕捉到了这个钢柱呢 和我们这个场地之间的交交接的这个面 相交的这个面 这个就作为呢,它的捕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捕捉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是否要直接接受这样的传播 那么可以看到呢,下面还会有一些选项 那么默认的呢,是复制为块 那么这里面我们还要利用这个钢柱呢 后面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这个建模的操作 所以我们这里面不希望给它复制为块 那当然呢,里面还可以去NC 去做这样纯复本式的,就是复制式的 那也可以去给它保存它的细节 或者是把细节保存到酷在这一步 我们这里面呢,就打C 打C之后呢,那么系统自动判断的 就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个网格 判断了我们这个钢柱呢 与场地这个这样的一个边界条件 那么创建了这样多的一个钢柱 那么显然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呢,是一个这个 两边是钢柱 然后中间是行价的这样的一个网 那么中间的这些 这四个轴往里面呢,是我不想要的 是我不想要的 那么看到中间会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的钢 我们把数到悬停这个钢上之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有几种选项 一个是Beam网格 这是这个软件自动发现的 它在Beam网格上首先做了这个传播 那么还可以选择相似的位置 和网格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肯定是Beam网格 确实是以Beam网格为基准来做的传播 那么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那么默认的呢 就是以整个所有的网点来传播了 那么点下我们的这个Explode 也就是把这个的炸开 炸开以后呢,这样就变成了这个单独的去选择了 我可以这样,就是这样的 本身这是一个预览 因为这是一个预览的状态 那么我可以单个的去这样开关 我可以一个一个点把这些都点掉 这样会比较麻烦 那么Blesscat的这个预览的框 在这里面支持框选 我们为了方便框选呢,回到顶视图 那么我们就这样去框选 可以看到这个被选中的外面多了一个这个蓝色的圈啊 这个时候你再去点击的时候呢 就可以实现这种批量的开关 好,这样中间我不需要的呢 都被打了红叉 打了叉之后再进行确定 好,确定 那么就完成了一个我们需要的这种 呃,传播 好,那么这个就是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两侧的这个钢柱给它建出来 这里面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绘制这个钢柱之间的行架 需要绘制钢柱之间的行架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有点极面的这种传播式的理念来做这件事 那么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开始 把这两个钢柱呢 给它隔离开 隔离的命令呢 在这个上面这里 那或者你其实在夸子菜单里面 你选中它们两个 在这个夸子菜单里面 你也可以找得到这个隔离的命令 应该是在这个 在这个选取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有进藏对象 隔离对象 以及这个选取类似对象 实际上这些命令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都可以在这个夸子菜单的 这个选取命令里面找得到 好 这里面我们隔离了这个 两个钢柱啊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尝试用第二种方式去绘制一些 这个行架 我们会采用这个直接画线的方式 比如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就打L进行画线 那我们这里边呢 去捕捉到 然后 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去捕捉到这个 这边的终点 捕捉到这边的终点 然后去绘制到对面的终点 我们直接从这里捕捉到这里 OK 然后呢 我们是做一个上边啊 有凸起的这样的行架 比如说上边是做一个2000吧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边给它连起来 连到这边 连到这边就可以了 把它拖动一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下面的行价的这个轴线呢 会往下偏移一点 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直接激活这个 激活我们这个操纵杆 选择这个数项的 我们这里面呢 比如说向下偏移一千 好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我们预计就在这中间画一些行价 一再这中间画一些行价 好 那么具体的这个绘制方式呢 可能会比较多种多样 实际上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点啊 在这里面去做 那么在versecat里面呢 有一个工具呢 叫做 它会在这个绘图里面啊 在这里叫做划分啊 沿着一个对象 纵长或周长等据放着点 有一个这样的命令 那我们比如说把上面的这一根线啊 给它分为十份 加上十个点 给它上面加十个点 那么这个命令并不会让这个线变成十份啊 只是加了十个点上去 其实我们去随便打一个命令的时候 然后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象捕捉里面呢 去捕捉这个端点 再捕捉一下这个焦点 你就可以看到呢 里面其实会 我们来到这个结构浏览器里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 下面这个结构的选项卡里面呢 找到这个结构浏览器 在结构浏览器里面呢 我们去找到这个线 这个点没有上上去啊 因为这里面我们需要选择分钻的数目 这里面我们加十个点上去啊 OK 这里面看到了啊 这里面有九个点 有九个点 已经被加上去了 但是我们如果要绘制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捕捉不到 或者看起来会比较会比较累 会比较累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临时的去改变一个设置 我们来到这个设置里面 来到设置里面呢 我们去搜这个 应该是ptmode吧 pdmode 它是这个point display mode这样的一个简写 是point display mode的一个简写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去把这个 找一下ptmode 在这里下面的点显示方式啊 这个点显示方式 我们把它给这个展开啊 旁边的加号给它展开 那么默认呢 肯定我们的点呢 都是以这个点的形式存在 但是点呢 在这个线段里面呢 就看不见 那我们点击旁边的这个下滑的菜单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改成这个第三个 插的模式 也可以看到这个点呢 就以插的模式暂时提现出来啊 那我们过后呢 也可以把这个功能再给它改回去啊 好 那么在下面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线延长过来一下 好 那么这里只需要做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另一半呢 我们可以去这个 去给它镜像啊 去给它镜像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一根线呢 我们需要加二十个 对吧 需要加二十个 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线 好 这样会不对应啊 这样会不对应 比如说我们去把这边给它切掉 给它裁掉 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上面去加十个点 加十个点 好 这样子 好 那么接下来就比较简单 我们把这个十个点呢 给它连接起来 那比如说从这里开始 我们去选择端点 我们把这个可以设置一下 让端点和焦点同时可以捕捉得到 好 这里边我们就在三维空间里边啊 就直接给它们连接了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这种行架的绘制 大体上的行架的绘制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点就没有用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点给它删除啊 那实际上在这里的结构量器里边呢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点 这样就选择了所有的点 然后我们直接就删除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边的这些行架的线呢 轴线呢 给它去做一个镜像 我们直接打MI 这样 这样 做一个镜像就可以 OK 因为没有正交啊 重新来一次 我们把正交打开 回到这个前世图 好 我们把前世图 那么镜像的第一点 镜像的第二点 好 这里边保留原来的实体 这样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好 这边还没有镜像 再直接复制过来就好 复制过来会比较简单 因为是等长的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行架的轴线的绘制 那么之后呢 我们一样的回到这个BIM外形里边 那么在BIM外形里边呢 我们去分别呢 对这个 钢梁呢 和中间的行架 来添加这个BIM外形 把中间的这个 线里的删除掉 好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批量的去添加 比如说对于这个钢梁来说啊 把它们都选中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假如说还是用这个 第一个 就这样拖上来 好 直接就完成了一个BIM外形的复语 那么对于其他的来说呢 这里边有没有确定啊 重新来一次 好 拖上来 确定 一定要给一个确定 那么接下来呢 对于剩下的这些线呢 我们也可以在结构转器里边去统一把它们选中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去给一个 比如小一点孔径呢 给一个这个线 给一个这样的外形 好 确定 那这样就很快速的完成了一个 这个 行架的绘制啊 那当然了 目前的这个行架绘制 还是比较粗糙的 就是你放大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 这个公字缸呢 它都是这样欠进去的 这样就是 实体和实体之间都是互相欠套的 那么在这个后边的操作里边呢 还要把这个进一步的去深化 把这些进一步的深化 然后呢 我们解除隔离 点击这个显示宣布对象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排公字缸里边的这个行架呢 也是去 传播到每一 每两个这个钢柱之间 一样呢 应这个传播的命令啊 点传播 那么注意啊 还是先选择参考实体 参考实体对于这个行架来说是什么 参考实体就是两边的这个柱子对吧 因为我们要去参照着两边的柱子把中间的这个行架给它传播过去 同样的点左边点右边确定 然后需要选择被传播的实体 那就是中间的所有的这些行架 全选 然后确定 好 那这样呢 就系统就自动识别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边界关系 也 识别出来了 你需要被传播的对象 那么同样的 因为后面呢我们还需要对这个行架里边的内容做深化 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不要复制为块 还是要选C做这个纯复本 好 确定 好 这里看到呢实际上对于系统的这样自动的查局来说呢 其实它对于这个钢柱呢它是部分上下的 那也就是对于系统来说那两个端点 它都做了这样的传播 哪怕你是在地下的 当然这个地下在提示你了 有个感叹号 就是你是不是要选择它呢 实际上我们不要选择 我们找到一个角度把它们框选上 然后取消 然后点击确定应用 好 那到这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这个 钢的钢结构的这个主体框架的建模 我们可以看到呢每一个钢结构呢都已经被成功的去传播过来了 那么这里面呢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那对于系统自动识别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下边的这个部位呢 已经被识别为梁了 这个横梁被识别为梁 那么对于上面的来说呢 它这个中文呢我们翻译成成员呢实际上就是行架 实际上就是行架 实际上就是行架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去把下面上面这部分呢也归类为这个梁的话 这里面需要我们去手工的去给它改动一下 当然这里边我们其实刚才最好在传播之前 把这些工作提前完成 这里面其实做了一个不好的这个示范 对吧 好 这里边我们就浪费一点时间呢 手工的去把它们选中 好 然后悬停的框子菜单呢 会在这个Beam的选项里面 这里边呢 有我们为这个3D的这个实体呢 来做一个Beam属性的分配 可以看到这里边呢 可以把它分配为梁 好 分配为梁之后呢 可以看到那这些实体呢 已经都被分配为梁了 在这个结构管理器里呢 它也都已经被分配为梁了 在这个建筑工件的层级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给这个整个的这个钢结构呢 给它连接在一起啊 我们在这个钢柱之间呢 去加上一些钢梁 好 这里边可能会暂时用不到这个场地啊 把这个场地呢 先去隐藏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BIM外形里面 那么还采用这样同样的一个 这不能采用这个 我们要采用一个 回到这个 所有标准里面 我们用一个这个U型钢 用一个U型钢 比如说这里面用一个这个形状的U型钢 好 好 然后我们捕捉到这里 好 然后这边呢捕捉到这 好 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U型钢的绘制啊 不过我们看到呢 这两个结构呢 是嵌到一起去了 嵌到一起去了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个U型钢 选择 选择结构MEP选项卡 然后我显示它的轴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轴线呢 实际上 轴线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轴线实际上是在这个 和它的外延是在一条线上的 那么这里面呢 在轴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点击 加入偏心度这个命令 点击加入偏心度之后呢 可以看到呢 屏幕中央呢 这个结构的轴线啊 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轮盘 那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偏心度 比如这个实例呢 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向左的偏心度 好 点击之后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 我们这个 好 钢梁呢 就正好被 系统识别为 贴住了这个 贴住了我们这个钢柱 好 接受 确定 那么之后呢 我们采用操纵杆 把它给它移动到一个 合适的位置 选择 向上的这个移动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移动 4000 移动到这 确定 那么然后呢 我们把它呢 向下再去复制几份啊 好 这里边就简单一点 直接CO复制 那么向下 有正交 对吧 有正交 比如说我们就 800一个 这样很简单的 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结构呢 也去传播到所有的这个钢结构的场地里面去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说呢 也是同样的 这两侧的钢柱就成为了参考 对吧 我们回到这个传播里面 那么就参考的时候选左右两边的钢柱 确定 然后被传播的内容呢 就是中间的这些结构 好 那么对于这个结构来说呢 如果觉得我不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了 那这里边呢 也可以直接复制为块 好 这里边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为块 这可以看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 确定 好 那完成这一部分的建模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将去看一下 如何去深化我们这些 对吧 看起来不对的这些节点啊 看起来不对的节点 那么比如说对于 我们最上方的这个节点来说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都互相嵌进去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节点来说呢 BreezeCAD里面呢 是可以自动的给它做一个连接的 那做连接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就选中它选中它 然后在 跨的菜单里面 可以看到在模型里面 会有这个结构连接的命令 那么它的旁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L型连接 那么这两个命令的区别呢 L型连接呢 会通常使用在这个框架结构里面 比如说 这个墙和墙之间的连接啊 墙和楼板之间的连接啊 那么对于这个左边的结构连接呢 一般会在刚刚结构里面 使用的比较多 而且它也不仅限于 两个结构之间的连接啊 甚至可以用 用于这个三个 甚至四个结构之间的连接 这里边我们选择这个结构连接 可以看到这个自动的系统呢 就把这个缝都对上了 那么在这个在此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下面的热键助理里面 还有四种连接方式 那么第一种是这种斜向对缝的 那么还有这种 A伸出来 B伸出来 和AB都缩回去的 我们也可以按Ctrl键 去来回切换看一下 各自的效果 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就是第一种 这里面直接接受就可以了 直接接受呢 这样一个接缝就做好了 那么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同样把它呢 再进行再进行传播 我们继续点击传播 点击传播之后呢 这里边呢 我们没有一个具体要复制的结构的内容 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个 接缝的做法 那么在传播这样的实力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是选左选右 然后第二步呢 会让你选择 对吧 还是让你选择这个 要复制的详细对象 那么这一步我们可以跳过 让系统自动的去判断 我们要传播的内容 这里边直接再次确定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系统 自动的去判断出来了 那你要传播的就是 这两个实力之间呢 它的一个节点 好 那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就点击确定 可以看到呢 系统自动去找到了 这样的相似的位置 我们再次确定 放大看一下 那么所有的类似的位置呢 也都变成了这个 刚才 调整好的这个样子 那么同理啊 对于这个 边界上面这个钢柱与钢梁交接的这个位置 我们选它 选它 选择这个结构连接 可以看到这种斜向连接呢 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我们再次通过这个 Ctrl 锐键助理 这样 我们希望呢 可能是 之后呢 通过一些方式吧 把这个 上面的钢梁呢 给它固定在下面的这样的钢柱上 可能是我想要的 好 那么选择这样的方式 确定 那么同样的 继续传播 点它 点它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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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到了相应的点 确定 好 所有的都完成 那么对于下边的这个 也一样 这是三个节点的 就选它 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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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选 然后 继续连接 那么第一种呢 伸出来了应该不对 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要的 那我这个 呃 行架呢 去固定到钢梁上 钢梁呢 我再去固定到这个 钢柱上 这样的结构 应该是我想要的 好 那这里面再次确定 同样 传播 那传播的时候呢 那我也是 把三个全部选中 确定 再确定 那么系统呢 自动去判断了 这三个实体之间的 一个节点的做法 好 再次传播 再次确定 你们可以看到所有的 类似的位置 都已经变成了我们 在第一个这个 节点里边的做法 包括这个 这一侧 好 那么对于上面的这些位置呢 对于这些这个 这个行架 与钢梁之间交叉的位置呢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 我们会使用到一个 我们预制好的一个细节啊 那么这个细节呢 当然是我们的后台工程师这个 创建了很多约束 包括角度的约束做成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些行架呢 每一个它的这个长度 包括它的这个 与钢梁之间的角度都不一样 啊 这里面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 啊 需要这种容许宽插的这种 啊 创建好参数的这样的一个 和 细节呢 来对它们来统一的进行揣播 好 这里边呢 有我们一个工程师已经做好的 这样的实例啊 那这个实例的具体做法呢 那么今天在这个讲座里边呢 我们要不要去详细介绍 那么实际上它的做法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这里边只展示它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其实找到这个 右边选项卡里面的这个细节的这个选项卡 好 点击细节之后呢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这个细节呢 实际上它也是存储在C盘下面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工作空间这个库里面 那么这些细节呢 其实它和我们所说的一个 这个足啊或者是块啊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把我们刚才去做传播中间 你去发现的这个节点 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一个一瞬间 也可以把它存成这个细节 所谓的也就是细节足了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细节足 那么它的位置在哪呢 那么点这三个点 点击管理库 点击管理库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高亮的这个位置了 它在C盘的这个ProgramData BreaksinDetails这个文件夹里 好我们直接复制这个路径啊 然后来到我的电脑里 然后直接粘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粘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后面是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分号啊 好 可以看到呢这边的文件夹呢 和这边的这个文件夹 它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面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面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课件呢 是准备了一个这样的示例啊 准备了一个这样的示例 在 在这里啊 比如这个Structural的文件夹 我们把它拷过来 其实就粘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当然呢我们需要管理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也可以点旁边这三个点 点旁边三个点之后呢 也就是说我们读取的文件夹呢 也不见得一定是只有这一个目标 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去加入新的路径 比如说指向其他的盘啊 或者是指向一些共享盘的位置啊 这样也可以完成一些 我们这些族库的这种共享 这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就不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好 我们把它拷进来之后呢 可以点这个产生缩略图啊 刷新一下 好 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Structural就刷出来了 点进来 好 点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 啊 这样这个细节呢 这个Trust Connection 就是我们预置好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我们单击它 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钢梁和 嗯 个行价之间的一个连接啊 那么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个FX的标志 下面呢 会在我们传播之前呢 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这个 这个容差啊 这个45度呢 就代表着 那么和我预置好的这个细节足啊 这个角度相差容许范围在45度以内的 都可以进入我传播的范围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容差嘛 那么相应的这个轮廓尺寸 就指的是 我们这个 钢梁和 以及下面的这个行价的轮廓尺寸 啊 它的一个容差 那么偏移量呢 就指的是 我们的这个 图纸上面的实体 和我们这个细节足里面的实体 它的偏移量的容差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全选择默认的 然后点击传播 然后点击传播 其实因为涉及到这个 一个参数化和容差的判断 所以呢 计算的时间呢 要比一般那种精确的传播呢 相对精确一些的传播呢 要耗时稍微更长一些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会儿 会儿 在这边 再次 继续 会儿 这边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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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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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可以看到所有的节点 所有的钢梁和航架之间的节点 都被这样的一个细节找到并且套用 我们这里面直接点击应用 这也可以看到所有的节点都已经是和我们的细节一样了 那么除了我们这个最正中间的这个点 那么因为正中间的这个点呢 我们是我们要把这做成一个同一根横梁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会和我们这个细节里面有所差异 那么如果希望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在建模的时候呢 应该把这一条线呢给它做成是一根线 或者是把它两个连接起来 再去重新运行一遍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跳过这个步骤了 跳过这个步骤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效果 好那么完成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如何去自己创建一个这样的细节组呢 那这边呢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那比如说呢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吧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比如说在这三个 在它们三个的节点下 我们把它隔离一下 好那比如说这里边呢 我要对这个钢柱和这个钢梁的连接呢 去做一个螺栓的某固 做一个螺栓的某固 我们这里就比如说直接打这个REC 去 好这里面需要对线捕捕捕 好这里面有端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打这个隔离一下 我们继续打这个隔离一下 隔离对线 好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前面啊其实把这个 有一点小的问题啊 把这个钢柱呢和这个钢梁的尺寸做了一变大 那么这里面不太适合我们再去里面再去做进一步设计了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去把这个钢柱呢会 嗯 重新调整一下尺寸啊我们这里面是 嗯 调整成了这个三百一乘一百 那么我们也可以出现吧 我们全都 嗯 给它换一下 这个钢柱 也可以我们这样直接在这个结构转器里啊这样会比较快 好 选中所有的列 选中所有的列 然后呢我们去 外形里面 选一个大点的尺寸 选择这个三百一的 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任意找两个这个节点啊给它隔离一下 好 隔离之后呢我们准备在这里面呢去做一个细节的这个螺串的某固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我们直接打REC来创建一个矩形 嗯 然后呢我们打这样的二维命令之后呢 这个UCS啊会自动的在你鼠标悬停的位置 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 高亮了 对吧 你把鼠标放在这个面上这个面就高亮了 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打shift 就是 键盘上的shift 打了之后呢它会更加变成蓝色的高亮 这样就不会变了 看到没有 不会变来变去了 好 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画就可以了 键盘 键盘 画到这边的键盘 好 然后我们选择优先选择面啊 这里面呢可以ntype去切换 刚刚去跟type切换一下 颜色不是很好选到 这里面选到了 又miss掉了 我们把它隐藏一下 暂时把这个右天选的面去掉 这里面选到了 选到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换一个颜色 比如说换一个红色 然后把鼠标悬停在它上面 还是把旁边的这个列给它隐藏掉 然后我们用这个行边界探测 直接呢 对它做一个实体的拉伸 这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拉伸一个 就是这个30 30吧 30 显生的是它 实体拉伸 然后我们把刚才隐藏的再显示回来 然后我们把它去用操纵杆释放回来 然后在这个外边 然后比如说呢我们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形体 做一个这样的形体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把它扩大一点 把它扩大一点 那么还是再隔离一下 刚才这个题也选中 隔离 把它扩大一点 我们这里面呢去使用边界探测 探测到它拉伸 比如说向上拉伸30 我们这里面是 同理的 选中边界 我们变成了一个额外的事情 换一个那个推拉命令 我们这里边呢选择这个推拉命令 我还是单独把它隔离出来 OK 起用边界探测 有限选择面 有限选择面 推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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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当于螺串的某件吧 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零件库里面找到标准零件里面的螺栓 然后机械零 然后机械零件里面会有螺栓 找到这个标准零件里面的紧箱件啊 这边会有螺栓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用一个 随便选一个 选进来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定位在这里 定位在这里 定位在这里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标准的螺栓 我们把它删掉 那么应该在 这个螺栓里面 看一下 好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我们找到一个 这个 这个 ISO7411吧 OK 就用这个螺栓 点击确定 然后呢我们去把它 复制几分 复制几分 给这个 对象捕入一个最近点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它可能会 跑 这里边呢我们自己给一个 40吧 向下移动一个 50 这里边 再用操纵杆 我们去做一个 镜像的处理 选动这个操纵杆 然后拖动它 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 终点上 然后呢去 按这个箭头 就可以选择 镜像 镜像之后呢 我们选择C 然后输入 距离1-0 这样就是一个 镜像的操作 OK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完成了一个 这样的螺栓的 建模 那么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希望把一个这样的螺栓 加上螺板的这样的 模型呢去给它 传播在所有的 类似的这个节点上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细节里面 去点击创建详细 好 点击创建详细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操作步骤 先选择参考的实体 这里面参考的实体呢 实际上对于这个 结构来说呢 就是 梁和钢柱 好 那么详细的实体呢 实际上就是 这里面取消这个选择面 实际上就是这个 电板加上的4个螺栓 好 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里面可以给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叫 螺栓连接 就还是放在 Structural的这个文件夹里 好 点击创建 确定 保存 好 那么保存之后呢 我们可以其实就在这个 Structural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看到这个螺栓连接啊 已经显示在这了 那么如何去启用它呢 实际上 直接拖到我们这个图纸里就可以了 好 那拖进图纸来之后呢 系统呢也是自动帮我们找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位置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好 可以看到呢 类似的位置呢 都是被我们的这个 自建的细节组呢 这样的一个 螺栓的细节呢 所替代 好 那么其实呢 本个案例呢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实体的工程当中呢 可以 那么有更深化的 有更细节化的应用 那么以上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 钢结构的案例呢 只是去展示一下 那么我们如何在Birdscat BIM里面去 更加优化的去应用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播 和这个细节组去联合起来 让我们实现一个快速的建模 无论是这种快速的批量的复制啊 阵列化啊 还是去传播量的细节 快速的去 有点极面的 让我们快速的完成一个这样的体量的模型 好 那么本讲的内容呢 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